善公公 你告诉我们 到底是谁杀了鱼哥哥和我大哥 一水寒大笑着闪亮登场 他告诉了丹丹和龙秀一个残酷的真相 杀死东方玉和龙当的凶手 正是他们身旁的善公公 丹丹文言难以接受 认为不可能是善公公所为 善公公 你就老实说吧 打死东方玉的是你 杀死六王爷的也是你 你就是那再赃家伙的黑衣人 善公公眼见事已至此 索性不再隐瞒说出了真相 并且指出一水寒 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真凶 他不仅杀死了云飞 还夺取了四块麒麟玉 准备打开宝藏取得屁魔剑 利用屁魔剑的威力称霸天下 一水寒没有出言否认 反而给了善公公一个机会 只要他杀了丹丹和龙秀 那么他们之前的约定就还作数 善公公不愿伤害丹丹 希望一水寒给他一个面子 放过丹丹和龙秀两人 你看你这样子 果然不是个懒人 根本就不配做一方霸主 算是我走眼了 看来只好让我独霸武林了 你别做梦了 死到临头了还敢出言不训 善公公为了保护丹丹两人 和一水寒交起手来 可是如今的一水寒 武功早就已经登踪造极 仅仅只是一剑 就将善公公打成了重伤 丹丹和龙秀见识不妙 合力挥出一掌打向了一水寒 趁着场中烟雾弥漫 龙秀和丹丹带着善公公逃了出去 跑 看能跑到哪儿去 善公公中了一水寒一剑 被丹丹和龙秀带着躲了起来 自知命不久已的善公公 出言向丹丹和龙秀道歉 说出都是他太过天真 相信了铁面人的鬼话 以为跟着铁面人做事 就可以翻身做主称霸一方 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铁面人依旧把他当作卑劣的奴才 他诺得如今的下场是最有应得 善公公将钦差大臣的硬性交给了丹丹 要丹丹利用官府的力量对付一水寒 随后便伤势过重气绝身亡 丹丹和龙秀将善公公安葬后 来到了关朝崖石洞寻找西门落水 说出一切都是铁面人的阴谋 他先是杀了六王爷和东方玉 再嫁祸给了云飞 引起他们之间内讧 后面更是设下毒计杀了龙刚 西门落水得知真相十分震惊 询问其铁面人的下落 单单告诉西门落水 铁面人已经得到四块麒麟玉 现在应该要去拿屁魔剑 一定要阻止铁面人阴谋得逞 西门落水认为言之有理 决定立刻出发前往麒麟谷 阻止铁面人拿到麒麟玉 与此同时 易水寒已经来到了麒麟玉 利用四块麒麟玉 召唤出了烽火雷电四大麒麟 打开了麒麟玉宝藏的入口 易水寒轻车熟路地跳了进去 对周围的金银财宝视若无睹 直奔刻有屁膜二字的石台 将右手放在石台之上 触发了石台的投影功能 易水寒的话音刚落 封印屁膜剑的石门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屁膜剑 易水寒欣喜若狂地进入石门 施展轻功取得了屁膜剑 爹 既然你无法活着看 要完成一朵将功的心愿 若你地下有之就好好地欣赏 看我怎么来收拾 温孝天堂那一虎 没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